半夜三間,還有大批街坊站在街頭等待,就知道有意外發生 星期四凌晨近4時多,深水埗桂林街間小食店無煙起火 消防接報到場,出動一隊煙霧隊和一條喉不斷向事發的店舖射水 火警期間,附近有90名居民到街上的安全位置站備 而將火破熄後,消防就在檢查店舖冷氣機的位置 經初步調查後,相信火警期因電線短路,事件中無人受傷